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这三场 由夜腾密斯斯比士尼斯和熊华天文的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 大位天下曹操曹丕 父子如山 那么这里的话 曹老板跟小曹老板 这个金雄跟刑伤 某种程度上应该说 能带来一定爆发的 那么一号位气派 我们这边六号位还比较远 二号位再气 那结果大嘴出场 那么大嘴力出场 我们这边估计要酿出来了 那么而且逼出了一个队友跟一个小猪格 那么酿出来之后 我们的金雄被大嘴 按照道理来说 可能还会形成一点小的威慑力 这个乱击的时候 肯定要选择性的乱击 那么我们第二轮再掉血的时候 这里的话翻面 可以选择翻四五号位 四五号位这边没有问题 那么这里的话 一号位持有出了个教主 那我们这个太疼了 这个也就没办法了 那么开了一个无血跟八卦的这个配合 那我们还是可以 反正必须要掉血 那我们继续放逐 由于五号位已经跳了身份是大位 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再把它翻下去 肯定要让它出来行动行动 那么可以翻一个残血的四位 或者七位 那么四位在前行动的话 我们选择了先绊住四位的脚 那么由于我们自带了无血 那么真机的这个勒不思蜀 可能就判不中了 那么真机在这个地方直接一个拖 看我拖给你看 反正咱家都是以路胸为美 那么这个拖的话直接去搞了一下大嘴 那么这个地方你搞大嘴的话 也可啊 那么我们主持者自认为 搞大嘴的话收益不算特别大 反正已是已经没有威力了 那所以对这个人头啊 你没必要看得这么紧 有的时候这个场上 这个就是国战 所以人头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你刚才可以去限制一下别人啊什么的都可以 那么而且这个地方你要考虑到我们这边主视角行伤的作用 那么手牌多的你可以去砍 即使真机你看到队友之后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弃牌 那么到时候发财的也是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已经两位酿出来了 那么所以刚才的话啊 你选择啊 就是比如说杀一个暗将的话 可能收益都比你杀一个大嘴的收益要更多 那么我们这里注意一下我们刚才的回合是一个火计先掉了诸葛 但是他逃回血 那么再杀一刀并没有选择杀诸葛啊 那么这个地方估计啊 不是估计啊 因主视角的想法应该就是说 你梦获已经一血手上七牌啊 刚才应该是七牌的话 还是八牌啊 那我们直接杀掉你 那么我们收牌的这个行上的收益应该是巨大无比 那么恰巧 你看这个从这个器牌的牌面上来讲的话 应该来说毫无疑问 肯定是这样 那我们这里杀一下教主啊 这个形成了一个啊 祭送啊 我送你一个人头啊 何乐不为两张牌到手 啊 我们这里又行上 反正是一个双收益啊 不赢互利的 取命 那么这里的话 接着看吧 那么现在就是四国捐旗的啊 下四国捐旗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梦获这边啊 应该 问题啊 应该是不大了 我们希望能够收掉一个人头 那么教主继续选择了批钉凤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选择批我们啊 那么你批钉凤的话 香香在哪里的话 也可以发挥 那么我们最后顺利把小胖的人头带走 拿到黏牛 所以你看刚才小胖的弃牌的那个牌命 已经如此的完美了 南蛮决斗 无中 什么的 过差啊 各种神牌 那么最后他能留的牌 一定不是什么弱牌啊 肯定 从防守来讲的话 你桃啊 你桃啊 酒啊 什么的可能都有了 那么最后啊 其实他还憋了一把黏弩 所以啊 梦获这边啊 使了一肚子坏水 结果你这个一死之后 那这黏弩就归我们了 那么就形成了面试反应 那么就给我挨个倒 是吧 你弩枪下死 祖鬼也风流啊 让你大家去风流 那么这里的话 第一场的话 其实还是啊 主要这个 如果有曹批在场的话 突破口 一定要铲血的啊 排量多的人突破口 这个时候收益会更大 更大 从我们前几节说的那个啊 国战娱乐中 也可以看出这种话 念试反应啊 这个应该比较 还是要注意 人头不是最重要的啊 那么谁手牌多 残血的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那么我们刚才把诸葛放在那边啊 人头啊 反正给别人嘛 两张牌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我们这边啊 是一个啊 诸年碧盒啊 帅哥与帅哥齐飞啊 两大帅哥 这个沃龙这个画的很帅啊 我们旁统的话 这个本来啊 就一直这么帅啊 那么我们八号位啊 那前卫的话 大家啊 气息排 哎呦 这里出了个萌萌的 那么这个萌萌的 在这边的话 我们来说按照道理啊 肯定要限制一下他了 那么这里的话 也稳定了 跳了一个飞舞 结果这边啊 出了啊 出了一个真鸡跟司马 这个组合可能的话 炒粉质要比女萌的客戚 要高得多了 要高得多了 那么后面的后续的势力的话 可能要对真鸡跟司马这边限制了 而且女萌你看 这边被真鸡一个酒杀 带残到你血 那么这边的话 应该来说的话 你啊 魏国可能不长久了 那么这边路神也出来之后 呃 反正你魏国跟魏国去撕嘛 那么魏国又出来一将 那么我们可能啊 看看吧 看看这个场上的局面 可以适时的啊 那么我们这里直接弃牌啊 选择了不动啊 再看一轮 那么这里飞魏 现在这肯定是魏国 炒粉质 你魏国再怎么强的话 你这个魏国在这边啊 不可能太让你们肥 太肥的 那么香香这里选择了去拿红网 而且搞的是司马 那这样的话 你们两个 无畏两国 真是属于私逼阶段 那就相持不下 那就给我使命的死啊 那么这里的话 司马继续跟真鸡 形成配合 呃 这边还有辽神啊 有偷 那么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魏国的这个属性 应该是相当之强 那么南蛮开出来 开出来的话就开呗 啊 使劲开 开完之后 大家都残血 我们到时候 有啊 有灵魂 有火祭 天锁灵魂 火祭焚尘 大家一起啊 火葬场进啊 火葬场进 那么这里啊 又出来一个局长 那么四个大位一拳 那么必然啊 这肯定啊 不用说了 四打四了 那么四打四这边的话 点尾还有 他并没有选择强袭啊 直接平A一刀 那我们这个地方 直接正好有个铁锁 锁上啊 锁锁 你会烧死你呀的 那么这里烧一刀 那直接结束了 喂 我没桃子 没桃子呢 最好 那我们可以继续啊 烧这个真鸡了 可以继续烧真鸡了 那么这里真鸡手 没有草花的话 那么一般你要出牌的话 可以出草花 那么 最后现在的话 就是还有两个卫国 那么这个卫国在这里的话 整体而言的话 应该还算不弱 你毕竟草皮的刑伤在 刚才收了一堆死人牌 是吧 你一堆死人牌 这边还挂了连奴 这肯定的话 他有一番小作为了 那么路神在这里 挡不住 挡不住一个 天下流离给你 每次接着哟 那么现在的话 卫国还是嘲讽比较高啊 你虽然想想可以再跟路神回血 但是回完血之后的这个 效率啊 就是空手牌 那么索性这边被翻面 那么我们这边出了一个神队友啊 张飞跟陈相啊 那么这个陈相一发号 施逆这边 大哥就可以咆哮了啊 3D啊 3D就可以咆哮了 那么这里的话 也是啊 像是半粘土状态 那就直接啊 不是半粘土啊 就粘土状态的话呢 你就是全程挨个倒了 收一个挨个倒 收一个再挨个倒 那最后你徐晃的话就挡不住了 那么我们这里啊 是为了啊 给张飞啊 奠定了一个小基础啊 把前面这边啊 那边卫国收掉 然后这边又打财啊 非常好 所以这场的话 整体的啊 观赏性还是比较强的 前期就是啊 卫武你去撕逼嘛 必然你去撕卫国 这肯定的 然后后来结果这边啊 蜀国这个位置也非常好 正好是两个后啊 这边是离得最远的状态 所以想要去搞的话 限制暗将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这个地方也体现了 限制暗将的重要性啊 好 那么第二局就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 第三局 第三局的话 我们这边啊 是一个吴国啊 那么直接是甘宁跟大桥 那么甘宁大桥 我们这边还是一号位 那么第一回装装备呗 然后弃一些啊 就弃这种没有那牌啊 然后剩下的牌防御啊 就可以了 那么后面大家接着装啊 该放A的放A 支支支笔地库拿来啊 看了一下三七位应该这边 反正半明状态 四位七五位七八 那么这边啊 六号位选择了一个盲具啊 把小胖给送了出来 那么小胖啊 又是干爹啊 小胖干爹也出场了 那么这样之后啊 两边胡思 那么就是属于连崩 一破就给胡思 那么我们这边啊 可以考虑动一动了 那我们这个动态的话 应该来说都应该算是明了状态了 那么甲鱼刚才那个无蟹打的也是非常不值钱啊 这个应该是守华了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刚才由于是去拆的鼠窝 这样的话应该来说的话 是 是那个了 是无将的 那么现在三无在这边 刚才这边的话也是 应该是 无蟹的属性比较强了 刚才也是去搞 搞全熊还是搞什么 那么我们这边流离选择了一个全熊 这个全熊的流离选择的非常不对啊 首先你本来就要防着教主 那么这边还是一个甲鱼带的八卦 你去搞他干嘛呢 三位刚才已经是跳了飞舞了 那么这个流离的话 按照道理啊 这个是非常差评的 直接导致了你 那边 这个娘血啊 陷崩啊 陷崩 那么这边你看 刚才如果流离在这边的话 爷娘文丑 这边可能刚才都被路轩要拿下了 但是你这个流离啊 显然是差评了 那么这里人家啊 马老板发工资了 发完真娘 发完真娘又是一个雷击 那么这里啊 还是要被收 还是要被收 结果啊 反正这边不被收 那后边啊 这边还有司马国家 都有可能收 一个万键又出来了 这个万键放出来 一个收五门人头 二个配合教主的雷击 那你无果 这肯定啊 就是挨着两个岛了 挨着两个岛 那么这里教主批人的话 选择了批路神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披香香啊 香香的话你毕竟是回血状态 而且有刷牌的 路神 那么接着看吧 那么现在的话 感觉路神这边应该也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那么所以刚才甲约啊 一个雷击应该算是 为别人打工了 那么这里啊 再补一刀路神啊 拜拜了 那么现在本来一个大无的群啊 非常利好的局面啊 被我们这边一个琉璃带崩了 但是这个琉璃的话 你要说 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随性的 随性就导致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 你教主啊 甲鱼已经摆出来全熊的话 你要防着教主 防着教主的话呢 那边三号位四血的 也是废五的 那么琉璃他 没有八卦 总比琉璃那个大八卦的要好 所以刚才这个琉璃啊 这个导致了 吴国的一个 应该来说一个导火索吧 小崩啊 小崩 那么就看最后的女萌 能不能hold住 那么甲鱼有意识的 想把女萌带走 结果酿出了一个 僵尸啊 那么这样的话 蒙蒙哒 跟僵尸不屈 在这边的话 应该来说 其他人想打你僵尸 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不是那么的容易 而且 女萌这边装备 在骑啊 在手上 你想怎么突破的话 可能有点难度 那么诸葛这个地方 过河拆条都拆了 直接选择了 看戏 那么其实你这个过拆的话 可以把女萌那边的人王给带走啊 到时候 方便啊 撕嘛 那边去撕 那么 反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紧接着还是看女萌的一个龟苏 那么 呃 这里啊 其实大家其他三个势力 要有意识的去限制一下女萌 这个地方远交进攻还发牌 发工资给女萌 这肯定是不太对的 你发给诸葛 发给甲鱼都没问题 你还去发给一个归缩的女萌 这样女萌一旦养肥了 一轮在你们大家互相撕逼残血的过程中 那么带来的收益可能就是无比巨大 到时候就是人头挨个倒了 那么这个地方假于一个九杀 玩杀还没得玩杀掉啊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 这个已经残血了 然后卫数撕逼成这个角度 女萌可以动了 结果真有啊 真有 一个南蛮开出来 直接把两边势力带走 那么估计手里可能还有 哎呦 就是有AK啊 那么直接甲鱼 带崩了 带崩了 那么这场的话 打的还算比较啊 跌宕起伏的 跌宕起伏的 我们这边的话 犯了一个小错误 但是这个错误的话 你要说 有多大的话 我觉得 得好好想想 如果仔细啊 把这个牌 降面好好考虑清楚啊 你琉璃啊 三号位显然要比四号位好 但是你已经选择了琉璃四号位 那就啊 挤来之责案之后面队友拼命救 救完桃子都清空了 那就方便了后面的 带崩你们五国了 这个也就没办法了 那么最后啊 唯一还剩了一个 女萌跟周泰 周泰有不去赛的话 一时半会死不了 那么女萌每回合就客气 看你们死 那么所以我刚才说的 你三边不去限制女萌的手牌 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了 而且 这么说的 我有没有 需要这么小的 这件事情 不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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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